Hello,大家好,我是DONDON 歡迎大家來到WURIHONKONG 今天要和大家介紹一下加拿大這邊冬天必定要有的東西 因為知道很多剛剛來的同學來到這邊之後 可能都不知道要怎樣買這些遇寒衣物和護膚品 所以今集就和大家介紹一下在加拿大的冬天要怎樣去準備 首先我們說一下在加拿大這邊不同地區的平均溫度 讓大家有一個大概的想法 在多倫多這邊冬天比溫哥華更冷 當然在加拿大有其他地方會更冷 例如黃都鎮、Kalgary都會比較冷 在多倫多這邊冬天的平均溫度大概是0-7度 最低可以去到-20度 例如在多倫多這邊已經有經歷過一個晚上可以去到-17-18度 而在溫哥華那邊就不至於這麼誇張 冬天的平均溫度大概是3-7度 最低可以去到-4度 但與多倫多相比就不太冷 所以如果有些人不喜歡冬天的話 來加拿大可以考慮去溫哥華 另一個比較冷的地方就是Kalgary Kalgary那邊冬天的平均溫度可以去到-3度至-14度 最低甚至可以去到-30度 所以在加拿大這邊的冬天和香港真的差很遠 如果只是帶香港的漁航衣物過來 在這邊絕對不足夠 首先最重要肯定是一件保暖的羽絨 一件防水防風的保暖羽絨在加拿大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加拿大室內和室外的溫差差很大 如果有時你裏面穿得太厚 又穿了一件HIT TAT 又穿了一件羊毛底衫 又穿了一件Hoodie 又穿了兩件外套 你一進入室內就會很熱 那你就要不斷脫衣服 又要拿著很多東西 所以有一件好的羽絨很方便 你可以穿兩件衣服 然後穿一件保暖的羽絨外套 就可以立即出街 最重要的就是留意在這幾點 首先它一定要防水 或者起碼是repellent 可以擋到大部份的水 因為這裡整天冬天都會下雪 所以防水很重要 然後就是防風 防風的話就是防止它日風 如果一件羽絨沒有防風的功效 同樣都會令你冬天的時候 一樣都會很冷 因為在加拿大這邊 大風大雪都是很普通的事 最好就是它可以連帽 就會方便一點 出去的時候套著帽 都可以整身保暖 然後大家可以選擇 有膠的拉鍊 因為膠的拉鍊 會比較耐用 而且容易拉 最好就是要中長度 包到屁股或大腿 就會更加暖 而最重要就是它一定要夠保暖 那要怎樣去選擇一些夠保暖的羽絨 我這裡有幾個推介的品牌 如果大家資金足夠的話 可以考慮以上這些品牌 它是比較貴的 但它就有品質保證 例如我這裡有Canada Goose 他們的其中一件衣服 他們這個就是要$1950 你就會看到它那裡有寫著 它可以預行到-30度 在Canada Goose裡面 它大部份的衣服都會寫明 可以去到保暖多少度 如果你怕冷或者要看你住的地區 在多倫多、溫哥華地更冷的城市 你可以選擇一件 和你的地方相宜 你覺得溫度會令自己舒適的 一件羽絨去選擇 它的價錢會比較貴 但它也很耐着 而且它一直以來的評價也很好 它是用加拿大本地的羽絨絨 而且它也是在加拿大製造 只是它比較貴一點 如果有這個預算的話 可以去考慮買一件 如果你說我沒想到花太多錢 去買一件羽絨絨 同樣也有一些比較便宜的品牌 可以去選擇 而且也是不錯的 例如下面這幾個品牌 我這裡同樣也有Arisia的 其中一件羽絨絨 你會看到價格是$450 同樣也會列明它有什麼功能 以及它可以去到負紀多度 至於大家去買魚絨 就要留意 然後又說到另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一對防水防溫鞋 最重要的是它要有時高筒鞋 而且它要防水防線 為什麼這樣說呢 首先又是加拿大那邊會 guid雪 它另外 characterization 炸穿著 видно 但當時雪溶了 然後天氣很冷 地面就會開始結冰 然路面是不是又空 spont 在冰上走路,很容易滑,当然要保暖 以下这几个品牌都是相对出名的品牌 大家可以去看看这几个品牌 其他冬天必备衣物,包括买帽子 或防水手套 手套不一定要防水 除非想来到这边感受丢雪球 就要买一对防水手套 最好是一对口袋 有时穿鞋可能不够,需要穿袋去补暖 然后是颈巾和打底衣服 例如HITTEK我建议大家去买 因为HITTEK不像羊毛底衣 到室内不会热到出汗 最后说到的是护肤品 除了穿衣服很重要 因为加拿大这边的天气和香港都差很远 除了冬天之外也很干 干的程度和香港是没得比的 因为它真的可以干到会生疹 会脱皮 这些到时如果不好好处理 直接会痛 甚至乎需要去看医生 所以一些好用的护肤品 够滋润的护肤品 在加拿大这边就很重要 最基本的护肤品 包括这些 还有面霜 润肤油 身体用的身体液 还有眼霜 还有要敷膜 以下这几个牌子 大家可以去看看 Ordinary是一个加拿大的牌子 这个牌子在加拿大这边也很有名 最重要是它便宜得来也很好用 这个面霜肤油 其实我自己也用过 它润得来之余 是不会很油 而是很容易被皮肤吸收 我建议如果大家来到 皮肤的状态很好 没有特别敏感的话 可以去试一试用这种Ordinary的油 另外就有以下这几个品牌 范斯林的话 除了我们平时在万年看到一瓶的 可以用泥茶 脚跟位 一些龟裂的位 快速去修补皮肤 另外就是它这个身体的Lotion 也是挺好用的 而且凡是临袖比较便宜 如果大家的价钱有限的话 都可以去留意一下这个品牌 如果你自己的皮肤本身比较敏感 可能曾经有试过爆瘡 或者比较敏感的肌肤 都建议你自己用开那个品牌 但你可以去留意一下 你原本用开的品牌 有没有一些滋润版的同一款Cream 最好质地要真的比较稠 比较可以有一层保护的感觉 在你的皮肤上 用回自己本身用开的品牌 就可以去防止你有皮肤敏感的情况 所以总括而言 在加拿大这边的冬天和香港 真的有很大分别 刚刚来到加拿大这边的同学 可能很多刚来到的皮肤都会不习惯 因为这边真的干香港很多 但当你在这里住久了 用回这里的产品 令到你自己的皮肤适应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甚至乎我也有不少在香港那边过来的朋友 他们说来到之后 鼻敏感都好了很多 因为这里的空气都好很多 没有香港那么多肺气 那些楼也没有那么密 排出的肺气都容易些去分散 所以来到这边的冬天 要慢慢适应 但这边也有很多加拿大这边的好处 所以大家来到也不用太担心 这次影片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有更多留学移民相关的问题 欢迎去查询我们的Facebook page 和留言我们的Instagram 如果你有更多想知道关于加拿大的东西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们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